這個地毀數列長得比較特別一點 這是一個卡拉茲數列 又有人叫做腳骨猜想 這個地毀的時候 並不是規則都一樣 它會依照怎樣 依照偶數跟奇數有不同的規則 這個就是以11、13、15、17、19來看 例如我們用這個比較短的 比較短的好像是13 13的話呢 一開始是奇數 做一次之後 就會乘3加1變40 那40 偶數就會除2 就變成20 然後再10 再5 那5呢 奇數的時候乘3加1 就乘3加1就變成16 然後這時候再一次 8、4、2、1 所以這邊總共經過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9次就回到1 那 那時候就試了很多次 也不知道那時候卡拉茲為什麼無聊開始試這樣子 真的是 無聊的人還蠻多的 德國有人試過 日本也有人開始試過 嗯 就這樣子做 就發覺會有這樣一個特性 好 那 在後來呢 就是 真的是 有電腦之後就開始大量計算 那現在 電腦做到了 做到這麼大的數字 5乘2 60裡面 它的每個數字 其實 都還是會滿足這樣子 都沒有例外 嗯 那 有時候它會上升很快 例如像27 27的話呢 從27開始 它有可能這樣 變變變變變 就是27 那接下來是 呃 乘3加1 乘3加1 乘3加1就變成是 嗯 27 85 然後一直在做 對 從27開始 竟然還會跑到那個 跑到非常大的數字 大概 大概 八九千 那最後又這樣子 很快的迅速下降 對 大概111次之後又回到1 嗯 這個就是一個卡拉茲三兩 好 那這個例子也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遞毀的時候 其實它規則可以非常的複雜 好 對面 也不是說非常複雜 就是也不一定每次都一樣 就 它實際上是可以很彈性 嗯 那當然有一些就是會 會收斂下來 有一些就是 可能無法預測 那像卡拉茲 但是一般的四當然 我們目前也都是 不可能 找到 好 那要用 四傳表來做剛剛這表格 其實也不會太難 嗯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裡就是一開始初十字 好 那這裡每個數字怎樣呢 這裡每個數字就是說 一輔 好 那如果是除二於一 那我就乘三加一 如果不是就除二 好 那這樣子四傳表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嗯 那 這個猜想反正到現在還沒震出來 所以 有興趣的人 應該是可以去 試看看 嗯 我曾經大概想了 一兩個小時 不過 想不出什麼 頭緒 就放棄了 其實說不定大家都只是 都有一些想法啦 只是都有機會想出來 只是大家 可能我覺得 想到去想的人應該也沒有太多 好吧 謝謝